红色黄色,今夜含到的小花朵,照顾起来,可别以为很麻烦,其实不用特别施肥加水,花朵也能长开一整年,而且号称十年都不会凋谢,重点是这些花朵还会睡觉跟休息。 盆盆水,五颜六四的小花朵就会逼合休息,要它起床也很简单,像这样照照阳光,花朵就会越开越大。 它好玩的地方是,它是遇到下雨前,湿气种的时候,它的花是自己,花会慢慢合起来睡觉,遇到出太阳冷气吧,它会开花,那每一天开的大小不一定,它是根本气有改变。 不会掉进的宠物花,几年前在日本造成了轰动,使用最新科技处理,将鲜花含苞带上的姿态,完整保存下来,十度高就缩小,干燥就开花。 无论颜色和触感,都和鲜花一模一样,谁还能说,种花得花时间,花功夫。 有人这种懒人花,不用花精神漂亮,也能看得到,玩得到。